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近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 王小英导演的世界经典剧作 《红色亮相大梁山》国际戏剧节 演出前 陈明浩 刘端端两位演员 还在紧锣密鼓的排练 尽管这部剧创牌六年了 但是两位演员从台词 走位 到人物情感的表达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这次演绎又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新的惊喜呢 《红色亮相大梁山》国际戏剧场 《红色亮相大梁山》国际戏剧场 每次开始演出前 陈明浩都会异常忙碌 总要提前几天到剧场转转 从舞台搭建 到和演出内容 到剧相关的一切工作 他都要亲自参与 他们在画部上相互紧靠 在你的眼中也相互紧靠 他离我还是挺有距离的 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他是一团气 他是一个 一种哲学思想 他是对艺术的一种态度 陈明浩口中的他 指的是美国抽象派画家 马克·罗斯科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 现代艺术的发展 抽象思维在西方艺术地位 已经足够稳固 一批美国的艺术家 开始探讨用简单的语言 去表达复杂情绪内容的可行性 由此开创了两种新的绘画技法 一种是喷剑式的行动绘画 还有一种就是罗斯科的 大型色块艺术 我不对颜色 形状或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感兴趣 我只有兴趣表现人类基本的情感 一幅画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 那幅画是什么 如果是幅好画 画本身自能表达 试图去加上任何意义的批评家 是非常自大的 我们今天需要的一评 只需要让人写下对画的反应 看罗斯科的话 完全不用考虑颜色 形状以及构成 只需要用心去感受情绪本身 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为长方形空间而起作用 不清晰的交界处 隐隐地藏住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以此唤起 人类潜藏的热情 恐惧 悲哀 以及对永恒和神秘的追求 我都见过他的那个画 就是他有一种动物内脏的那种血 红色 他那个红不是那种咽红 就是那个血内脏的那种颜色 非常残酷 就是人在一个环境里面 他有一种求生欲 然后有一种和这个画独处的感觉 悲剧性是陈明浩观看罗斯科画作时的第一感受 也是他决心挑战这部作品的重要原因 发源于古希腊的戏剧 诞生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 从未被超越的第一座艺术高峰 而悲剧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腊悲剧精神中 人与自然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 正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写照 也因此 罗斯科的作品 以及他的人生经历 价如其分地生成了 陈明浩所理解的戏剧表达 许多人能在我的画前 悲疾而泣的事实表明 我的确传达出了人类的基本感情 能在我的画前落泪的人 就会有和我在作画时 所具有的同样的宗教体验 如果你只是被画上的色彩关系感动的话 你就没有抓住我艺术的核心 2014年 陈明浩与演员刘端端 共同参与排演中文版画剧《红色》 从隔绝 冷漠到真诚 从而进行激烈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扎实独特的表演方式 和内在冲突奔涌的生命力 将罗斯科对艺术的偏执与坚持 发展得淋漓尽致 我在剧中饰演的就是一个年轻的画家 他满腔热血 然后之后满怀希望满有梦想 走进了一个万人敬仰艺术家的画室 想展开一番报复 想向艺术家证明自己 然后最后被一次次被艺术家垂打 被一次次被艺术家给虐 然后最后慢慢地两个人相处 两年的一个成长过程 让他看到说艺术该有的残酷的样子 残酷是艺术现实的天然属性 让作品不带预设的自由生长 这对于热衷于追求 喧哗和享受的人性而言 显然是极其的束缚 1970年2月25号 马克·罗斯科的酒服《西格拉姆壁画》 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首展 就在几个小时前 画家本人却被发现 自杀在纽约的画室 那年罗斯科66岁 我反复思考的是 这是堕落吗 这是腐败吗 这是因为和权贵富豪们的心血来潮吗 我应该这样做吗 直到我远去欧洲的时候 我还在思考这股壁画的内容 那为什么杰克勤波罗特 一定要有那辆超级花宠红车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有钱呢 明白了 那艺术家就该挨饿 对 艺术家就该挨饿 艺术家就该贫穷 这是罗斯科给出的定义 然而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 直到今天从未间断过 《画剧红色》讲述的正是马克·罗斯科 受邀为四季大饭店的餐厅做画 并雇佣想成为画家的小公坎 做助理的一段故事 二人在创作中真诚的对话 彼此碰撞 最终罗斯科毅然退还了天价报酬 避免了让自己的艺术 沦为豪名饭店的室内装饰 同时解雇了坎 让其走向外面的视线 而关于两人探讨的核心议题 艺术家如何选择 并追求自己的真理 在剧中饰演罗斯科本人的陈明浩 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艺术家最重要的是真诚吧 就是你感觉到了什么 然后你想表达什么 我没去想更多的 就是说还原于真实的罗斯科史 就像艺术一样 对吧 你只是他跟你有关系的 一定是你自己有感觉 就你自己能够认知到的 在一气呵成的90分钟里 在展现罗斯科悲剧命运的艺术人格 以及艺术家 在严肃艺术与商业娱乐 艺术追求与金钱社会中的 抉择与困境之外 罗斯科与坎 在雇主小工 师徒 父子 同行等多重角色的交织中 不断碰撞 他其实来到这个地方 他已经潜移默化地 把罗斯科当成是父亲 把这个画室当成是家了 我觉得我们这版 可能更重要的方面 不是在画 我们更重要的方面 是谈情感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更希望它是一个 不光是艺术东西 它也是一个 有人情味的东西 红色其实它讲的 并不是颜色本身 它是一个 就是更深入地 去探讨人的丰富的 复杂的 这种生命历程 和生命感受的一个作品 一个真正的艺术品 其实在讲人本身 然后它相对地 有一些社会意义 和社会属性 跟我们今天的 这种商业社会的发展 也是有一些呼应的 就是在这样的 分云复杂的 这种社会生活当中 你需要坚持你自己的 这种价值观 你需要坚持你自己的 那种艺术的梦想 红色是生命的红色 是罗斯科内心深处 对艺术的虔诚与执着 在罗斯科的心中 艺术是神圣的 是像远古时期那样 人的生命的外在显现 与自然宣泄 容不下丝毫世俗的存在 然而随着 现代社会的发展 艺术世俗化 在当代社会中 逐渐成为一个尖锐 而且非常普遍的问题 愿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个罗斯科 愿每个人都能成为 自己的坎 直面虚伪 心怀梦想 勇敢燃烧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 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 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您喜爱的 艺术家面对面 好 这位 是